民國八十二年在火灯的臺灣民宿村的行政初期 曾經到佛道電溫宮 迎賊麻祖金星分離到民宿村共鵬 日前麻祖託榜給民宿村的管理人 想不到電溫宮 經過電溫宮令完整都半杯營運後 過程21位禮盒將麻祖贏到電溫宮共鵬 當時基盤六件外董 佛道電溫宮歡迎大家作回來參與這次勝負 祈求麻祖不必信仿 身體健康 平安順利 啓董以後由佛道電溫宮管理委員會主委承載 和彰化館長王妃美町人 共同啓董 全國共陽明書川天上選廟 會聯佛道電溫宮正式啓董 三 二 一 攻擊英聖聖努 每一輪成績的一輪成績的一輪成績 正式期待開始 佛道電溫宮是佛道電溫宮重要的信用中心 建廟到現在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 編國79年的時候 電溫宮管理委員會重組的電溫宮 關鍵給台灣民宿川 82年的時候 民宿川又卡車麻祖金星婚燃前往主角 雖然後來經過電風靈書 向台灣民宿川前處理後 電溫宮的股電順利回來報道 但是當時婚燃的媽祖並沒有回來 一直到最近 媽祖偷忙給民宿川的管理人 跟國庭要讓媽祖的宮廁回來電溫宮 我們報道電溫宮 在台灣民宿川分靈的媽祖 他跟那個管理人討論 非常要緊要回來 所以說我剛才這個管理人去拔杯 一次就馬上陰三杯 看在這個國令 再去找他 要回聯 來報道 要緊 回來電溫宮 電溫宮 中華館長王輝密表示 報道電溫宮 將在第一位禮盒 共營在台灣民宿川的天上聖廟 回聯到報道電溫宮坐地 東港有文憲的華東 也還有記憶和憲章華東 參加文憲的民眾 也還可以當地上含量的 報道電溫宮紀念幕 歡迎鄉親來報道電溫宮 共享聖廟 我們電溫宮跟南妙宮 以及六港天佑宮 可以說號稱我們中華三大媽祖境 我們都知道一戶二戶三萬和四部島 那部島和六港一樣 都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我們過去分靈出的民宿川的媽祖 在我們十一月初日 就要跟他共享回我們的電溫宮 那十一月初日 除了有我們很盛大廟境外島 也有很多這個氣候和親主外島 歡迎我們的鄉親 利用十一月初日 來到我們的電溫宮 來共襄盛舉 那讓我們的媽祖母 繼續跟我們的加持 相信大家一定會健康 健康平安舒適 大賺錢 非常感謝我們台灣民俗孫 還有我們今天安宮 讓我們的天上聖母 從我們的台灣民俗孫 可以分領回來 在這個慶典當中 歡迎所有大家一起共同 來共襄盛舉 一起來慶祝 也順便帶動我們地方的觀光 然後希望大家也 我們鐵安宮走走看看 然後來這裡誠心的祈禱媽祖的保佑 我相信媽祖一定會祝福所有的很新向市場 這次公園天上聖母下的華東 有對著媽祖駕 萬人媽祖文件華東 是最努力 慶祝要屬身保命 在那裡可以繼續平安 違法媽祖文件保佑 還可以在一個媽祖加持的參加紀念禮 也要請再把慶祖跟廟物共享受 希望透過華東 民族地民的鄉親立 提醒華東在媽祖文化的方向 並且帶動地向文化觀光還原 正會更前天上聖母的火爛的宗教聖書 新中華新聞北面林報道 蔡宏報德 將會更前天的大約 請再次接見 文化 浪海 宇 文化 文化